然而,带着他们二人来到此处的时候,只能看见四道躺在地上,身上还有着诸多的伤势和鲜红的血液,气息也是减弱了大半。 看来刚刚的对碰下,四大山主就算全力施展底牌,也没有抵御住绝世神器吉雷神锤的那股毁灭般的雷霆之力,更让妖妖和硝烟感到不安的事。 面试神火怎么消失了,就在他们二人在思索间,这片神火空间的每一处都出现了裂纹,布满着蜘蛛网,伴随着咔嚓一声,整个神火空间的裂纹彻底的碎裂开去,化为漫天的光点,缓缓地消散与虚空中,众神奇强者震惊地发现,四周的场景又是变化成了另一个场景画面,在他们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,硝烟和妖妖低头往下看的时候,他们的面色再也无法抑制,表情毫不夸张地掩饰,极其震惊的表情在他们的脸上逐一浮现,仿 不少神奇强者的目光顺着硝烟和妖妖的视线望了下去,瞬间,他们的表情比起硝烟和妖妖他们更加地夸张,就连身躯都疯狂地颤抖起来,表情更是无比的惊悚,仿佛就是没有见过什么东西一般,小龙雨晗吞吞吞还有五神阁的那些人,以及放弃争夺的那些超神势力的强者,都是双腿发软,眼神都开始涣散,那下方的是什么,无血张大了嘴巴,惊呼出声,而灭神府的数位权魔则是露出一抹久违的诡异笑容,特别是还在于 无量神山之主对碰的大灵犬魔,那是该死,无量神山之主的脸上挂满了无比的凝重之色,体内的所有神力呼啸而出,并且其周身还有着神界本源继续地汇聚而来,两种力量的融合下,使得无量神山之主的力量更加暴涨起来,无量神山之主,真是不好意思了,我们已经破了无量神界中这千万年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了,望着无量神山之主那沉重的表情,大灵犬魔倒是非常的开心和兴奋,所有神器强者在此刻,以震惊无比的目光, 望着下方,那让那个他们从未有过的震撼之感,因为,他们所看到的下方并不是大地,整个无量神渊此刻的山脉大陆,全部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遗忘无际的暗黑世界,还是说,这才是真正的无量神渊真面目,其中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,可就是因为这样,在场的众神奇强者,才感到无比的心惊肉跳,甚至,消炎他们已经用神魂力量去探查过,结果根本无法进入其中一分一毫,与其说,神魂力量无法进入,更不如说,这个暗黑世界,根本就不存在,因为它是不属于无量神, 神界中的物质,但是却可以通过眼睛,看到这个暗黑世界,可是又触摸不到,这个暗黑世界的任何物质,糟糕了,灭世神火,已经在刚刚的那一招之下,被彻底的击败,这也就是找不到灭世神火的原因,因为这里,被封印千万年的神法,大阵阵眼,竟是成功地,被三菱全魔,催动绝世神器的,急雷神锤力量给击破,一直非常冷静的夭夭,在这一刻,也都变得焦躁起来,一股极为不安的情绪,开始在自己的心头上翻滚着, 或许硝烟有着焚神之力的缘故,竟是能够感受到,下方的暗黑世界中的,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魔力,正在向着上方开始的涌了上来,不管是谁,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,暗黑世界中,竟真的有什么东西,在封印其中,终于破了了封印神法大阵的第一道防线,这阵眼已经被破,那么,接下来就要做计划的第二步了,三菱,你继续利用极雷神锤的绝世力量, 将那暗黑世界中的东西,给惊醒起来,大灵权魔的巨大魔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毁灭的魔之力量,成功地抵挡住,无量神山之主的极力攻击,竟然在老夫面前,去破了这个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,现在还想要将封印神法大阵中的那个恶魔释放出来,老夫与你们拼了,天地同寿,磨合无量,随着,无量神山之主,施展出自己身最强的底牌后,整个无量神界中的所有能量,全部以他为中心,无数道光运,开始朝他压缩而来,玄机,在无量神山之主的身后,更是将 天位星辰海的力量,给彻底的全面输出,而且,在这天位星辰海的中心处,有着九颗无比耀眼的星辰,每一颗的星辰中,都是蕴含着极其可怕的洪荒之力,但无量神山之主的天位星辰海中,却是要,组合足足九颗星辰,这也是代表着,它乃是九重天位神的一种明显标志,九重天位神的天位星辰海出现,更是有着一股天地间最恐怖的力量,在无量神渊中弥漫开来,然后在口中念叨着古老的咒语,顿时天空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,狂� 无量神山之主,缓缓地伸出双手,对着大灵犬魔的巨大暗黑魔像,一道意念闪过,天空中的漩涡,瞬间开始释放出,它的真正恐怖力量,引得整个无量神界都不停地摇晃起来,这就是九重天位神的真正力量,要知道,九重天位神的实力,就代表着,在天位神的领域中,则是巅峰般的存在,在配合着神界本源,以及天位星辰海中的全部能量,一股毁天灭地的巅峰天位神之力,对着暗黑魔像急事而出,这乃是无量神山之主,以牺牲为代价,才能� 最强底牌,也是不到万不得已,从不会施展出这样的必杀技,暗黑之力,我需要你再给我更多的能量,才能释放其中的东西,需要你拿更多的暗黑力量的帮助,大灵犬魔的声音,也不再平静,以它的角度来看,无量神山之主的这一招,天地同寿,磨合无量的必杀技,如果不再,有更多的暗黑之力,它们之间,必定会两败俱伤,毕竟,它们这一次,来到无量神界,就是要完成上面那位大人吩咐下来的计划,所以,更不会选择,就此陨落在这里